好那么刚才我们把这个信息商给讲一下 对吧 其实这里面啊 你没有必要说记住这些东西怎么去算 对吧 包括他这里面的每一个值 他应该点多少 比如说log32分之一点多少 这没必要对吧 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去求对吧 那这里面我们关注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建立一个概念 这个信息商到底反映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对吧 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回过头来看 刚才我们在讲这里的时候 银行贷款数据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凭什么把有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或者某一个东西放到前面去进分段 现在能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吗 或者说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吗 为什么他要把这里东西放到第一个 把它放到第一个 就是因为什么 他放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我能够减少更多的不确定性 能理解吗 当我当做第一个特征的时候 我去判断的时候 其实我的不确定性是减少最多的 减少最多好 第二个再来 第二个减少不确定最多 再来第三个减少不确定最多 是不是一个去进行分类 相当于是分类的过程吗 那所以我们还是得继续 既然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信息 商的大小去衡量 那也就是我每次减少多少 是不是要衡量一下 比较一下你当我知道你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减少多少 当你知道你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减少多少 是不是只要比较这个大小就行了 能不能理解 就相当于概率一样的 哪个得出了概率大 我就选哪一个 就说哪个减少的信息商的大小越多 是不是要得出他呀 但把它当做第一个特征 这就是我们决策术的思想 当然不是你凭感觉对吧 这个是经验的人才凭感觉 你凭感觉没有用对吧 你得去通过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给它计算出来 哪个特征更重要 去进行分类 那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概念叫什么呢 划分依据 也就是说我们决策术的划分依据 其中之一有一个叫信息增益 那这个信息增益就是我们刚才在讲的 当我得知一个信息之后 对我这个信息商的减少的程度大小 能理解吗 就是信息增益 什么意思呢 当得知一个条件之后 对吧 某一个特征条件之后 得知一个特征条件之后 减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商的大小吧 减少的信息商的大小 其实就跟我们这个信息和不确定性相联系了吧 好 那这里就是这个概念 对吧 那我们接着具体来看 对吧 我们不看这个概念 直接来看一下怎么去算的 这就是我们要去这个知道怎么去算就行了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得知X特征对吧 信息使得Y的不确定性减少的程度 是不是就我们刚才讲的吧 好 那这个怎么计算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计算公式 等下我们直接代入到具体的场景去算一遍就行了 好 那这里面有一个叫G 这个G呢 就是某一个特征 给你带来的信息增益的 信息商的减少的大小 能理解吗 这个G就是对的信息增益 那么这是A特征 注意了 这是一个特征 你可以有房子有这个年龄或者说这个工作 是不是都可以吧 哎 有房子有工作年龄对你的信息增益增益的大小 是不是 我用初始信息商大小 初始信息商大小怎么求的 是不是一个个概率上求就行了 是不是啊 哎 初始信息商大小 刚才我们求那个大小 是不是就是我们求的信息商大小啊 那个是我们总的 对吧 然后呢 减去一个A给他带来的 这样一个条件 删的一个大小 这个我们先不理解 不用去理解这个东西怎么去 什么意思 对吧 我们直接带入我们的公式去求 把它求出来 大小来看一下 好 那现在就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知的这个东西吧 是不是要求这个 这现在是一个条件 对吧 条件在A这个条件下 对吧 有工作条件下 你这个大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求呢 这样一大堆东西 对吧 其实我们都不用看啊 先不用看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信息商大小吧 这个是我们条件上 好 我们目的是要求这两个 我们就不管这个东西了 我们直接拿一个例子 拿哪个例子呢 这个 拿这个例子来 我们要 哎 看一下哪个特征当成第一个特征更好一些 对吧 哪个特征当成第一个更好 好 我把它放到这里 直接往右翻一点 好 这个地方能看清楚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15个样本 然后呢 有这样的一个几个特征 然后那边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于当前这个数据的信息商大小怎么求啊 注意了 他要求这个定性商 信息商大小 其实我们就是求这个类别 他试的概率多少 否的概率多少 是不是只有两个类别吧 那他的大小怎么求 H 假如说这个集合 对吧 这个样本呢 是D对吧 我们求出来大小点多 负的 怎么求啊 一共有多少个数据 15个 15个对吧 那这类别里面看一下 是和否 这就是我们目标值啊 他是根据目标值去求信息商的 那点多 15分之几 9乘以多少 一共有9个吧 123456789 9个是吧 乘以15分之9 然后注意了 并不是一个吧 是不是要加上另外一个 多少 123456吧 来 6 除以15 6 除以15 那你说当前我这个总的信息商大小是多少 是不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跟我们刚才的这个结果是一样了吧 怎么去求这个信息商 跟我们刚才是这样去求的 好 那么接着我们要求这个信息增益 假如说我们就以年龄 举例子 G G这个信息增益的大小 G什么呢 然后呢 这个是D对吧 然后这也是年龄 注意了 这里是年龄 等于什么 是不是H D 减去什么 等一下我们看到公式 对吧 减去 一个条件 什么呢 H 这里面我们假如说第一匹 跟我们刚才D是不一样的 在年龄的条件下 是不是要求这个东西吧 哎 那我们看只要知道这个怎么求就行了 这里你只要记住是怎么求就行了 哎 不用管他为什么这么求 对吧 好 那在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式怎么去做的呢 哎 看到这里对吧 他求这个东西 哎 看一下他有个D I注意D 然后有个求和 这里是不是一个求和的一个符号 其实呢 是这样去求的 你现在跟着我啊 HD年龄年龄是哪个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 那这里面有几个类别啊 三个 那第一个类别青年 第二个类别中年 第三个类别老年 如果说你是有工作 你有几个类别 是不是两个类别 这两个类别 这三个类别吧 我们就看 这里是三个类别 他是这样去求的 HD点多少 是不是这个值啊 这个值我们应该也求过了啊 你不用管这个值等于多少 啊 只要知道是这么求就行了 看一下这个值点多少 0.971 好 0.971 比如说这个HD 就是这个值啊 这个值等于0.971 0.971 减去 好 年龄是有三个类别 那就分别去计算 三个类别 多少 占多少 青年占多少 十五分之五吧 哎 十五分之五 十五分之五 十五分之一啊 三分之一 乘以H 注意到 这里就是H 青年的信息商 加上 三分之一 乘以 乘以H什么 周年的信息商 然后加上 三分之一 乘以H 老年的信息商 主要你要把这个东西记成是信息商 如果说现在不是年龄是有工作 你是不是就两个就行了吧 十五分之 比如说这十分分之七 乘以H 否的信息商 十五分之九 十五分之八 乘以H 是的信息商吧 好 那接着我们现在还要求哪一部分 是不是求出H 七年 H周年 H老年的信息商就行了 那这个信息商怎么求啊 还是一样 根据它的类别 怎么求啊 H七年点多少 来报给我 H七年应该点多少 注意了 H七年 你的条件也是H七年里面的 它的信息商是多少 是不是对于年龄 这个地方的信息商 它的类别是多少 注意了 这里的信息商都是正于类别来讲 类别来讲 是种 五分之三 是不是五分之二 五分之三嘛 那也就是说你这个信息商是多少 负的 五分之二 比如说五分之二乘以log 五分之二 加上多少 五分之三 乘以log 你只要知道这面球就行了啊 好 这个是H七年 那H中年能不能得出来 看一下H中年 我改一下 你先看一下H中年 点多少 看一下这里是中年 对吧 看一下市的 市有多少个 还是一样的吧 是不是还是这个值啊 对吧 好 再来一个 H老年 老年 等于多少 看一下H老年 有五个人 对吧 这里面有四个市 一个否吧 所以我们最后的结果 应该是五分之四 对吧 乘以log 五分之四 加上五分之一 哎 五分之一 乘以log 五分之一 好 这样的话 每一部分 是不是值已经求出来了 你不用去算 对吧 这个值都已经求出来了 最后是不是应该得出一个最终 哎 这个信息增益的大小 能不能求出来 然后 我再来一个 如果来一个工作 是不是也可以求出来 只要比较什么东西就行了 比较这个值的大小 是不是就分类 依据就结束了 那决策数分类 就是这么去分类的 能理解吧 它就是根据信息增益的大小 你不用说 非要记住这个公式 怎么去求 对吧 没有必要 所以我都刚才都没有带你去 把这个公式看 你也看不懂 对吧 你只要把这个过程记住就行了 能理解吧 它分类就是这样去分类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 哎 在你的这个年龄 A1A2A3A4 假如说表示年龄有工作 自己的房子信贷 最后得出结果是 比如说0.324 0.420 0.363 最后得出来 哪个大 第A3 A3是什么呢 A3有自己的房子 哎 正好就是说 有自己的房子 对你的信息增益 信息的这一个增益 是不是大呀 所以我们把它干嘛 当做我们第一个判定的标准吧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哎 单做第一个判定标准 好 那么这个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决策数 它的分类的依据讲完了 那所以 它的分类依据之一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信息增益啊 哎 分类决策数啊 决策数的分类依据 就是什么呢 信息增益之一 其中的之一啊 不是全部信息增益 那信息增益 有没有了解它的意义是什么 是不是 信息和我们的这个信息商的大小 和我们的不确定性相关的吧 哎 只要来了一些信息 对我不确定性减少了最大的 我是把它当做第一个特征进行分类 是吧 好 如果说这个值比较小 是不是要当做后面的特征进行分类啊 那所以最终的这个结果 干嘛呀 我们做这么多或者计算这么多 目的是干什么 是不是就是为了做成这样的一个数啊 能理解吧 是吧 哎 就是第一个凭什么是你啊 我就是因为我给他带来的 什么不确定性减少的最多吧 对吧 你是第二个 我是第三个 所以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知道什么意思吧 啊 所以 这个就是决策数 他怎么去进行分类的 你要了解了 至于这里面的公式什么呢 就不重要啊 不重要 这里面你只要 带入我这个东西去计算啊 知道怎么计计算就行了啊 公式不用计计 好 那么接着啊 我们就去看一下决策数 对吧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分类依据 那么还有哪些呢 就有具体的算法实现 有id3 c4.5 cut 那么id3呢 就是使用了信息增益 就我们刚才计算的那个过程 你解释吧 c4.5呢 他使用的是信息增益比啊 其实这个呢 我就不用介绍了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就进行增益比啊 他的比例最多 就你现在 改变了个大小 跟原来的一比啊 哪个比例最多啊 其实就这样一个东西 那你就啊 好 还有一个什么经历系数呢 这些东西呢 就我就不去想起讲了 他也是一种划分决策策数的依据之一 那么至于这个经历系数呢 他是在sk论当中选择划分的默认原则 呼吁了 是默认原则 你可以改成信息增益 也可以选择经历系数 那为什么在sack论当中 注意啊 在sack论当中 为什么不选择信息增益呢 而去选择经历系数呢 这个其实原理还是一样的 为了去进行划分分类 对吧 就是因为 经历系数呢 它划分更加细致 也就是它更加仔细一些 经历系数啊 它的划分啊 更加仔细 这个更加仔细呢 等一下我们看效果啊 看这个数 我们可以把这个数的结构给打印出来 可以看到了 看到这个效果 你再看一下 为什么它仔细一些 能理解吧 好 先我们摆到这里啊 摆到这里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呢 就去利用这样的一个决策数 对吧 我们现在啊 已经知道决策数 怎么去划分了吧 怎么去分类了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API了 对吧 API 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train下面 有一个叫 decision train classify 啊 decision train classify 里面有一个叫cratory 就是你的划分依据选哪一个 默认是什么 经历系数 你也可以选择 信息增益 能理解吧 你可以改成信息增益 好 第二个参数 Mark's the tax 哎 他这里来了一个数的深度大小 那我们刚才说了 如果以信息增益来划分的说 是不是就是这些特征吗 怎么去划 怎么去划 哪来的什么数变得很深 对吧 比如说100层 然后你需要指定数的深度大小 就是因为什么 经历系数 它划分更加仔细 等下我们看结果再来看这个参数什么意思啊 等下看结果再看参数 那随机数种子先不管了 好 那么这个结色数呢 它的这个参数先介绍这些 其实它还有其他参数是需要调整的 或者说它有一些超参数 我们把它呢摆在随机森林里面 好 等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通过角色数做一个例子 好 我们做一个什么例子呢 就是泰坦尼克号 这样一个分类 目的是干嘛呢 就预测 这个乘客 如果说给你这个乘客的属性 他的这个 船的票类别 他的性别 他的年龄 哎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息 给你之后 你预测一下 他在此次事故中 是生 是死 能理解吗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他就想目的的预测一下 看一下预测准不准确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啊 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了 我们先复制过来看一下 少给你取啊 这个里面呢 就是他的这个数据 看到了啊 一列一列的对吧 一列一列的特征 roll names就是你的这个标号啊 就是第几个人对吧 第一个第二第三个 第二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然后p class survive的 这个是我们要的目标值 等一下其他特征值 等一下再看 survive的就是目标值 是指在什么 你是否存活吧 目标值 看一下 哎 这里 我们拿个箭头啊 就是说一肯定是表示你存活了 对吧 零表示死了 这个其实你不用管 对吧 你都不用管 他是否存活 一零死 对吧 好 name age等等等等 这些是他的什么特征值吧 那我们拿到这样的数据 哎 我们现在是一个分类问题吧 哎 分类问题 拿到这样数据 我们去进行分类 对吧 当然 这些特征 是不是你要考虑 有些特征要不要用 或者说有些特征 要不要去删除吧 这就是你考虑的 那如果给你去考虑 是不是你要了解一下 单 他这里面每一个字段什么意思啊 然后这每个字段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会有影响 是不是都要去了解一下背景 是不是都要联想 对吧 在这里我们就不去 对吧 自己去查了 对吧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就简单的就看一下这里数据 有几个是影响的呢 他有什么呢 类别啊 还有存活 船票的类别 存活 还有什么乘坐班次 年龄 你的这个目的地 然后你的这个房间 票 船 性别 这些都是你的特征 啊 都是你的特征 那在这里面 你就要选一些特征值 当做你的特征了吧 对吧 选一些特征 当做你的特征值 然后目标值已经定了 就是这个swive的这一列吧 数已经定了 好 那你分析这个业务的时候 肯定首先第一步 就是要确定哪些特征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用决策数据 它进行分类呢 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流程怎么办呢 第一个 读取数据 啊 我们要用pd读取数据 选择有影响的特征 处理缺失值 注意了 它这里面有什么 A级数据存在缺失值 那这个缺失值 要么去删除 要么去填补吧 一般我们就直接填补吧 按照A级这一列的 平均值去填补 可不可以啊 这就是你处理方式啊 记住啊 这就是你处理数据的方式啊 你有什么什么数据 怎么去处理 对吧 好 那接着 有这样的数据呢 我们先直接 先把它读取出来 再往后看 对吧 我们把这个数据呢 先关掉了 把这个数据的 网址 先复制过来 这个不在我们的 这个CSV文件里面啊 直接从网上获取的 好 我再建一个 叫决策数 对吧 DCS1 比如说就到 Decision 决策数 对啊 对我们的这个 泰坦尼克号 进行分类 对吧 进行预测吧 预测 生死 好 那我们直接调用Decision 那有同学说这个 这个业务 对吧 这个业务 有的公司 他就喜欢做这种闲事 对吧 他就喜欢做这种闲事 假如说他就要预测 生死的话 来公布一些结果 可以吧 有的是公司呢 就喜欢做这种的 好 那比方说 我们现在呢 就第一个获取数据 获取数据 PD点 readCSV 把我们的网址拿过来 就是刚才这个网址 拿过来之后 读取 比如说就叫泰坦 对吧 泰坦尼克号 接着我们要去 处理数据 注意了 处理数据 这里面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处理数据 或者说 找出特征值 和目标值 目标值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等一下处理了 等一下我们把特征值 目标值找出来再处理 或者说你先把空缺的补上 再去处理 也可以 都一样 那就要看你的效果 哪一个好一些 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数据 我们的目标值已经定了 对吧 我们这里的这个数据 在这里 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这个数据 数据的每一列 那 PKS已经说了 反映你社会阶段的代表 你的位置 对吧 那其实这个有没有影响你的生死 有可能会影响啊 你的设备好一点 对吧 或者你的这个设施好一点 好 比如说你的名字有没有影响 或者你的年龄有没有影响 影响吧 小孩和老人肯定是要弱一点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要看业务了啊 这个也不一定是准确的 比如说名字就有影响 对吧 那这个也不一定 对吧 一mark的 我们不管了 我们就直接选择出其中的哪一些吧 还有你的目的地 应该是没影响的 对吧 比如说你的room tick的 tick的 bo 这什么bo的 sex 对吧 随便我们选出哪一些了啊 我们之前就 我之前用了就这个age 和sex 我把性别和年龄都拿出来了 以及他的这个P class拿出来了 能力 能力 你可以用其他的啊 比如说他某个房间的位置 是不是也有可能影响 对吧 你的这个出事的时候哪个地方最先出事的是不是有可能会哪个地方是最先死吧 啊 所以这是给你的业务分析啊 好 那我就 比如说拿到P class sex和age 这三个 对吧 那我先呢取出 我的这个三个特征 那我们组成特征值 x 等于我们的特征值 太阳堂 里面 是不是把这三个特征的每一列都拿过来给我们x啊 好 那我要选择什么 第一个P class啊 一个P class 第二个 哪个 age吧 还有哪个影响啊 sex 对吧 你可以加其他的 我没有说必须得用这三个啊 Y 就是你的目标值 太阳 你用哪一个目标值啊 因为只有一个啊 我就直接用一个字不算 表示了 用哪一个 是不是就svive的吧 s u r v i v e d 啊 不要写错了 s u r v i v e d 好 那么这就是你的目标值 是不是要预测 它是否存活吧 那这就是你的特征值吧 好 那我们当然这里特征都比较少 对吧 可以找更多的 接着 我们要进行处理的 这个处理呢 我们是特征工程 我们来看一下 P class Age sex 分别是什么类型 看一下P class什么类型 第一个类别 是第一种 它是传票类别的类别吧 社会经济阶层的代表 123 它有三种啊 有三种类别 它至于什么 字不算形式表示的 然后你的这个 sex也是什么 要么是mail 要么是failmail 是不是男的女的吧 哎 男女啊 failmail 表示女 mail呢 表示男 然后有一个age age 是不是具体的一个浮点型的数据啊 是你多少岁吧 哎 29岁 2岁 30岁 25岁 是不是对你的年龄啊 好 注意了 那这里面的P class和Age的数据要不要处理 需要吧 那我们之前说了 那我们之前说了 当你的类别特征里面是类别的这些信息 特征里面是类别的这些信息 应该怎么去处理啊 弯号的编码吧 说过没有 说过吧 弯号的编码 注意了 这就是你必须得要做的事情 否则他不知道怎么去计算对吧 好 弯号的编码 那我在这里要处理弯号的编码 好 第一步 我们先呢 导入我们的标准化 啊 导入我们的这个特征抽取API吧 是不是特征抽取啊 是不是字典特征抽取啊 注意了 这个地方不是字典 当然我这个有个test from sklearn.feature extraction import一下 dict vector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那我要实力化一下 dict vector 啊 这个dict vector 注意了 但默认反围是不是都是那种 spars取得那个是吧 你是不是可以把spars等于boss了 啊 这dict的是有这个参数的啊 好 dict等于这个值 好 那么接下来 我是不是第一个的点 fitter transform 把我们的这个值进行转化 那么这里转化呀 注意了 你可以先分割数据 也可以先转化 能理解啊 这个就看你这个结果怎么样 假如说我们现在啊 假如说我们就现在吧 就在这里分割数据 你也可以在后面转化好之后分割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 分割数据 那一般啊 我们先分割 因为对你来讲 预测数据是不是没有的 你要预测一个数据是不是没有吧 它来就是一个未知的值 你怎么去先把它跟我们的训练机一起转换 是不能一起转换 先是转换好再去进行分割了 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先分割数据集到啊训练集训练集和测试集 好 把这里面转换成什么把这里面道类别这些东西转换成什么弯化的编码吧 等一下我们打印啊 先把x打印一下吧 等一下看对比一下啊 对比一下 x先把x打印一下 这个数据不大 那飞的穿透是不是我每一函数应该是字典出去吧 是不是应该是第一个样本应该是他字典 他的pclass等于多少 他的这个sex等于多少 他的这个age等于多少 是不是第一个样本是一个字典吧 第二个样本是不是也是个字典 第三个样本是一个字典啊 是不是对字典出去啊 那这里我们就要用到一个函数 将我们的extreme ytreme转换成字典 直接有一个叫to dict啊 to dict这里我们在这个课件当中也写了 在这里to dict啊 把我们的每一个样本的数据呢 转换成字典就行了 同时这里面都是一个列表 装了很多很多的字典 是不是每一个的样本吧 好 to dict orent the records 这个orent the records的意思是什么呢 默认是这种一行一行的去做的 我们看一下哪里还有例子吧 好 这里比如说这有个数据啊 注意到看 他怎么去转呢 这是不是第一个样本 第一样本变成字典 roid 见值点600 s见值点1.2 好 这第一个样本对吧 还有其他不说了 第二个样本也是一个字典 见roid值957 见x值1.18 是不是这样就这种啊 这就是一个字典 一个两个字典 三个字典 四个字典 五个字典 对吧 把它所有的每一个样本都装到这个列表里面吧 这就是他做的一个事情啊 当然就是有个这样的一个 to dict dict 然后呢 我们直接传这样的一个参数就是呢 orent 等于我们的records i-c-u-r-d-s 好 这也是固定写法 就默认的把这一行转换成一个字典 好 那么转换好字典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对这个东西进行字典抽取了吧 返回一个extreme 等一下我们会打印结果的啊 看一下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接着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测试机也进行特征托取啊 字典的吧 transform x-g-test x-g-test 好 那这里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直接先打印一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它转换成字典数据的时候 它的feature names能不能看到 get feature names 获取什么 是不是看到它怎么建立的建立每一列每一列的错证吗 好 接着我们可以去打印一下我们的x-g-train 这也是转换后之后的啊 转换之后的了 好 那么先把这个数据进行这样转换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注意了 这个地方我们少一步 哪一步 这地方转换字典的时候 我们的age是不是缺失的 缺失有没有处理 没有 所以记住了 在这里我们忘了对吧 忘了这个处理缺失值 对吧 缺失值一定要处理 否则它是不是一个no啊 对吧 缺失值处理 就一定要记住啊 大家我也忘了 缺失是数理怎么数理啊 x是不是对于age这一列 抽这个什么 把空缺的这个地方 就是填出 填入一个平均值就行了吧 那我们指定是x-age里面 我们有一个什么 填补缺失值用什么 fuel now 对了 这个函数 fuel now 第一个参数就是你填补的这个缺失值 我填补哪一个值进去吧 填补哪一个值进去 注意了啊 那我可以以x-age里面的平均值 能不能这样去算啊 还命啊 点命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函数 可以直接获取平均值吧 啊 这个你再去熟悉一下啊 这的话还有一个三处叫inplace 啊 这个inplace呢 就默认我是替换的 inplace 如果你得以force的话 它就不会去替换 就是说你填补失败 那这里面呢 它默认是false啊 那这个地方补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 把缺失值给填补了 那接下来我就说 我这些年龄没有的人 是不是给他取了个平均值 填进去年龄了吧 好 运行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 strain 哪里地方报错了 我们的transform x-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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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没有todig的对吧 我们把这个直接复制过来啊 把这里 是不是要转换字典 才能进行特征出去啊 如果你不转换成字典 是不行的 你因为你这个地方目的是什么 字典的特征出去 好 那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你第一个x答应的是什么 是不是pclass 每个样板有一个类别 age是多少 sex是哪一个吧 是不是这种啊 这是你的数据 这是我们准备好的特征值 好 那接着这是一个样板呢 也有第三个类别 还有一些空值吧 空值还挺多 那非要妙 妙 接着是不是首先 我们把空值填充了吧 在这里这一步 把空值给填充了 接下来我们干嘛了 分割数据集 接着就是进行字典的特征抽取吧 因为我们里面 打一个数据啊 这个pclass 是不是自负创嘛 sex里面的非要妙 妙是不是自负创 这些类别的自负创 是不是要转换成一个 往后的变吗 看一下它怎么转换的 是跟我们以前预期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呢 是不是age默认 它都是数据数值对吧 它是不是不转换了吧 看到pclass有三个类别 pclass你是属于一类的 二类的 三类的级别 是不是就分别当作类别吧 然后你这个样本属于哪一个类别 是不是标记为一就行了 接下来sex点 分妙sex点 妙是不是也是进行一个标记 好 第一个样本 它是31岁 它是第三个类别吧 然后它是男性吧 是不是就这样去 能得出这样的一个值吧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据已经出售好了 extreme extest 是不是已经处理好了吧 那接着我要干什么 来直接去 用决策数 进行预测 好 那么我们要决策数进行预测呢 那我们首先呢 导入一下对吧 from skelearn.train下面吧 好 那么当然这里面啊 我们一天使用的这个API还是挺多的 因为它很多API在不同的模块下面 一波列下 decision trainclassfile 就是这个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通过用decisiontrainclassfile 那来看一下 这个 在哪 在哪 在这里 对吧 首先实力化一下 那么这里面有参数 我们先不看了 这个参数呢 等一下我们会调整一下参数 看的结果 maxdepth是不是他参数 你竖的深度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 还有create 我默认使用什么 基尼系数 我们等一下看基尼系数 它到底好在哪里 它为什么分类这么准确 我们来看一下 参数我就先不写了 对吧 dece等于这个 那接下来我们决策 这个 e-seam的流程非常简单 dc点 feta s-train y-train 是不是固定步骤吧 把你的训练集放进去之后 它是不是要进行一些信息上计算 好 接着我就可以预测准确率了 我就不预测它的列别了 预测准确率 dc dc点 那么我们这就直接score方法 然后呢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score的结果 好 预测的准确率为这个东西 那我们传进去是s-test和y-test 那这就是预测准确率 在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其他指标了 什么照回率 是不是不需要吧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到准确率多少 看一下准确率是这么多吧 好 那先不管这是它的一个准确率 对吧 那刚才说了我们这个数的深度 我们先来改一下 随便改一下吧 比如说massive depth 比如说我限定它的深度是5 好 那也是说从上往下 它只有5个 怎么 5个什么 应该从上往下 这个跟节点 然后是一个节点 是不是只有5层吧 对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所以这个参数肯定是一个超参数 它肯定会影响你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限定的深度之后 看到准确率 哎 它也差不多 对吧 说明你这个数呢 如果你取别的数 可能会好一些 当然啊 我们现在还没说这个条U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决策数就是这样去预测 对吧 我们先还是把这个关掉吧 把这个关掉 接下来干嘛 决策数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它能够可视化 树的这个结构 既然它是一个树 对吧 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树的结构 它是怎么去一步步去划分的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树的结构显示呢 我们可以通过 在SecureLearn当中 可以去 决策数的结构的本地保存 来看一下 我们使用的一个工具是什么呢 Train下面 注意到是 Train下面里面有个叫 Export Graphic 能够导出一个DOT格式 这个格式是一个 傲进去的格式 就是说 CycleLearn当中 它是默认是这种格式 但是这种格式 你是看不懂的 或者说你看不到这个数据结构 能解决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APL 非常简单 就是你的 Esteam的是什么 是不是估计器传进去 当前你这个估计器 是不是把DC传进去就行了 然后干嘛 第二个AutoView 就你输出的这个文件 在哪里 路径给解决 当然文件名也要填上 FeatureNames 因为我们数划分是什么 按照这个每个特征 特征的大小去划分的吧 所以你要告诉他 在划分的时候 这个数第一个 比如说是这个根结点 根结点这个特征叫什么名字 是不是要指定啊 根结点 你是年龄 然后年龄大一多少 小一多少 或者说你的这个 其他的这些值 大一多少年龄多少 是不是把他这个名字给他吧 他划分的时候 在数上面会显示名字 那我们来看看这什么效果呢 指定名字 首先我们先导入这个 好 导入一下 Train里面有一个叫Export Export Graphic 好 我们就来导出这个Export Graphic 在这里 直接导出数的结构 导出 导出决策数的结构 Export Graphic 第一个 什么DC啊 Estimate吧 这你的这个决策数 某个Esteam的 第二个是你输出的文件 这里你可以指定 比如说我保存的就单前目录了 单前目录下面的 Train.dot 注意到格式 必须点Tot 然后 feature names 这点我们先不管啊 feature names F-E-A T-O-R-E Names 这个Names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名字 能理解什么意思了吧 我把这个名字指定给他 他是不是在进行建议这个数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有个名字显示吧 哎 给他显示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用中文 也可以用中文 年龄 然后呢 这里是 女性 对吧 这是男性 男性 好 那我们就以这几个命名了 对吧 好 那接着你就可以导出这个数了 那么先运行一下 好 运行结果之后准确率 我们先不管 看到这里是不是多了一个 Train.dot 对吧 那这个东西我怎么看呢 这样看不了 那我们需要一个工具叫什么 专门是给他转换的 叫graphic 那么这个graphic呢 你是需要在我们的注意了 这不是在你的虚拟环境当中安装的 是在外部环境当中的 是不是apt get install 是吧 apt get install 不是pipe install 注意了啊 是apt get install 速度 然后关安装这个工具 这个很小啊 很快就下载好了 mark呢 你就直接用一个这样一个工具 bro install就行了 好 安装好之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命令 去干嘛呢 去给我们的dot转换成png或者pdf都可以啊 有这样的工具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当前这个目录对吧 我们这里面是有graphic啊 有已经安装了 那我们现在进入先进入这个我们的 work 然后ml 这里面呢 有一个train.dot吧 我现在就要对他进行转换 把那一部分呢 复制过来 这个命令啊 就是说这个graphic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命令 把你指令你干tpng啊 就是干tpng 把你转png 如果说干tpf 就是转pdf 那train.dot的干o 就是你输出是哪个文件 可以吧 好 那这样运行一下 那又说我的当前目录价 是不是多出一个train.png啊 这也是个图片了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树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树的结构 非常庞大 对吧 非常非常庞大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要说的 这也是角色树的一个缺点 他呢 容易发生一些 这样一个预测的 一些这个问题 等一下再说 对吧 看一下他的这个 怎么去判断 看一下 女性 小一定0.5 哎 他如果把这个什么标记 01分成什么呀 一个 把它当成一个连续型的值 去做了吧 是不是 这就是基因理系数 我们说基因系数 他系到什么部分啊 系到把你某个特征里面的具体的数值都拿来干嘛 进行判断依据了 能理解吗 他这样去做 或者说他建立这么复杂的一棵树 也就是说 我们当拿到一个样本 往这个树里面一放 是不是就可以走了 往这里面 哎 条件一个判断一个走走 最后是不是有个类别 我们看一下啊 每一个地方 他有的一些节点 他会有一个输出 比如说在这里 这里有几个样本到这里了 10个样本到这里 也就是说 我们分类的时候 有在预测的时候 是不是有10个样本 到这个地方了 应该是训练节啊 训练节有10个样本 到这一半了 能理解吗 训练节走的时候 在这里面10个样本 也就是说 哎 在这里 比如说这里是21对吧 这里就是11 然后呢 几个 一个样本走这里吧 然后 一个样本走这里 那注意啊 这就是他的缺点 他目的是想干什么 是让所有的数据 能够在你这个数 走着之后 都能够正确的定义吧 就能够达到一个 百分之百的效果 是不是为了拿到 一个百分之百的效果 这你训练节里面 是不是有个结果 虽然我们这里啊 预测效果 百分之二十 八十二点九 有可能训练节 他在建立 这一棵树的时候 去走的时候 有可能达到一个 百分之百的效果吧 可以 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测试集 走的时候 是不是就 结果看一下 是百分之八十二点多吧 那么这个地方看一下 这里只有一个样本 划分到这里 对吧 划分到某一个值 然后呢 这里就四个样本 这里就三个样本 这三个样本 那也就是说 是不是每个样本 有可能就走着走着 对吧 非常的独立 往这里走 才能正确的进行分类 那这就是决策数 对吧 我们再去分割的时候 再去建立决策数分类的时候 他会建立这么的复杂的一个数 如果你的数据集 越来越多 数据集越来越复杂 这个数 应该是怎么样的 一直往下 不断的去非常非常大吧 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让每一个 训练节的样本 在这里面都正确分类 好 这里面不管了 不管这个经历数数 怎么去计算的 只要知道这个决策数 最终是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在这里 假如说限定了这个数的深度 是不是就是这个 从上往下几个吧 好 比如说max depth max depth 比如说等于10 或者等于8吧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那也说从上往下 应该是8颗这样的 就是几行吧 8行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吧 好 这是它的结果 然后去一点丢T 好 我们来直接把这个 转换成png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数是不是要少一些了 是不是要少一些 哎 那我要说这个max的dex 它会影响你这个模型的结果了 是会影响的 知道吗 因为 如果你说数件的越来越复杂 说明你是为了把训练集 都给预测正确 对吧 都给这个 把它放到这里面 那但是对于测试机来说 一走的话 它有可能会走错吧 所以 这个地方就是决测数 它的一个缺点 容易发生这样的一个特点 好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演示的决测数 对吧 它的整个结构 它的整个结构 以及你的这样一个数的深度 对于你这样的一个准确率 是会影响的 等一下我们会说 这个随机森林 会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吧 好 那么接着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案例了 时间暂停一下 对吧